剛才Steven介紹了怎樣選擇野生蘭花和人工裝備的蘭花 我現在就開始介紹怎樣可以栽種石核蘭 我現在開始示範一下怎樣把蘭花種上樹皮 首先我們將一個石核蘭在樹皮上拆下來 因為這棵蘭花的樹皮已經是沒了 我們可以將一些不要舊的植料先拆下來 我們可以將一些枯了的部分剪掉 例如這些枯了的框 我們可以剪掉它 一些枯了的筋也可以剪掉它 然後我們可以用一些麻繩先放在樹皮上面 樹皮的尺寸是由我們自己去決定的 如果棵花這麼小 我們就用一塊小塊一點就可以了 如果棵花比較大 我們就可以用一塊大塊一點 其實放棵蘭花上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選擇加水苔或者不加水苔也可以 因為加水苔保濕就多些 但是有一個情況就是根比較容易爛些 我們如果不加水苔的話 有個好處就是根就不容易爛 但是就要淋水的次數就要密一點 然後就可以穩固棵蘭花 不要太大力去扯 因為有機會會扯傷些根 綁這棵蘭花有沒有什麼技巧呢 其實就只是把棵蘭花綁在這裡 但就不要太大力 以及沒有被棵蘭花種完之後就不斷搖 一定要把棵蘭花綁緊的 不會搖來搖去就可以了 綁上去之後就把棵蘭花綁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淋透它就可以了 剛才介紹了怎樣綁棵蘭花在樹皮上 或者木頭上 現在我就會介紹怎樣綁在棵蘭花綁 先找一棵蘭花綁 你看到它其實已經需要換盆 我們就可以把它拆下來 然後就清了上面的死根和枝 然後我們可以在盆底下 先加些去水的植料 例如有這些麻石 碳 或者是一些日本蘭石 我們可以混合都可以了 之後我們就可以放棵蘭花綁 其實有幾樣植料可以用的 有椰子的殼 還有樹皮 這兩樣植料 它們都對石棵蘭蘭 其實都生得不錯 加完一些石仔梳水之後 就可以加些樹皮 直到遮住了根就可以了 但千萬不要把樹皮填得太高 遮住了棵蘭花 純粹遮住根就可以了 它們就會生得很好 這棵是我們綁了石棵蘭 上樹皮 其實已經有幾個月的時間 我們有兩個方法 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加水苔 一個就是沒有加水苔 都是在同一塊樹皮上面 它的根已經抓住樹皮 生得挺健康的 另一個方法就是用盆種 它是用樹皮去種的 它也是生了幾個月的 根已經生得很好 而且圍繞著樹皮的盆來生 而且根已經生在盆裡 都很健康的 給大家一個提示 其實蘭花它們喜歡通風 還有有多些濕氣 還有它們喜歡陽光 但又不能直接補曬 現在大家已經懂得分 野生蘭花和人工作配的蘭花 希望大家保護大自然 買蘭花的時候 就不要買野生蘭花了